除了柔佛之外 沙巴和彭亨也有100多人遭遇水灾之苦 眼看灾情目前不见好转 政府已经指示救灾机构随时候命 应对恶劣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大水灾 确保倒是救灾工作有序且迅速的行动 尽管沙巴沙拉越事务和特别任务的首相署部长 南都阿米战 穆罕阿里 尽早巡视 西加木的临时疏散中心时表示 国家天灾管理委会已经指示 各区的国家灾难控制中心 保持高度警觉及时采取行动 阿米战也提醒民众时刻关注 气象局发出的降雨警报 并遵守当局指示紧急疏散 此外阿米战在一份文告中指出 目前是2022和2023年 东北季后风第三次季风降雨 引发持续降雨 强风和大浪 这次东北季后风 预计前后会出现四到六次的季风潮 这次东北季后会出现四到六次的季风潮 这次东北季后会出现四到六次的季风潮 这次东北季后会出现四到六次的季风潮